今天是元旦廉價的最後一天了 在今天早上就已經有不少北返路段 開始湧現收價潮 像是國道5號宜蘭到平林路段 從早上9點鐘就出現了回堵車潮 高空局也預估在中午過後 越晚可能會越塞車 要提醒出門時要盡量避開尖峰時段 同時也要避開九大容易塞車的地雷路段 另外從中午開始 有部分的閘道也會封閉 像是國道5號也會有高層載管制 提醒北返的民眾要特別留意了 早上9點多國5就出現北返車潮 宜蘭到平林段與雪山隧道 都出現雍色回堵 車輛停整排归宿前進 道路幾乎變成大型停車場 在9點左右雪山隧道裡面就已經 車流逐漸增加 開始有一些車速下降到 時速60左右的狀況 假期最後一天民眾準備收心收假 車潮雍色以北上為主 高空局預估國道5號 宜蘭到平林段 尖峰時段會一直到晚上8點 雍色情況恐怕會達11小時 而國道1號北上苗栗湖口 南屯厚里以及西羅到蒲岩段 下午3 4點後車流偏多 國道3號北上關西大溪 大山香山以及草屯到霧峰 和竹山到中心段 同樣也是下午3點後 會有車流雍色情況 國道6號則是要特別留意 西上救鎮到霧峰系統 高空局在下午還是有針對國務 實施了北上的高承載管制 那時間是下午的2點到9點 雜道封閉的措施 分別是蒲岩系統的北向 胡緯北向跟西濱北向 那時間的話 一律是從中午的12點開始 一直到晚上的9點 部分路段紮道管制封閉 以及國務高承載限制 中午過後將陸續實施 民眾上路前要多留意 避免塞車路況影響了售價心情 記得綜合報導